新春一时中国军队会有怎样的发展呢 比如说陆军怎么样来提升数字化和信息化水平 而海军的新航母在2023年又会有一些怎样的进展 空军会怎么样继续推动装备的更新换代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展望中国军队的2023 首先来看看空军的情况 近年来中国空军是大量的换装新装备 不少部队都是跨代换装了先进的国产新型战机 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都显著的提升 同时老旧装备的退役工作也在稳步的进行 歼7是我国研发的第一种两倍音速喷气战斗机 属于第二代战机 大量的装备我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 2018年歼7的全面退役工作正式提上了日程 而今年歼7部队将会继续的加速换装 目前无论是我们看到的歼10战斗机 歼16战斗机 国产飞机的建造周期正在快速缩短 而且产量越来越大 老式的歼7战斗机目前的余量很少 也说明通过这种高频率快速度的更换 歼7战斗机很有可能在今年 退出中国空军作战序列 我想如果按照目前合理的替代方案 是用歼10歼16一类战机去取代 当也不排除 马上就可以上一个台阶 直接还成歼20 建造周期建筑 掷河 在台阶上 建造周期正在